交通部宣布从10月份开始 公寓大厦的保全或是警卫 不可以在道路上阻挡人车通行 不然就可以开罚最高6000元 而这样的处罚是可以减少道路上的危险 还是会增加混乱 各方都有不同的看法 在市议会警察局的工作报告当中 局长也说明了 目前在等待中央韩市还不会开始举罚 保全在车库门口引导 让屋主的进出更加便利 这样的状况在住宅区内可是相当常见 但交通部10月颁布新制之后 公寓大厦的保全或警卫 就不可以在道路上阻挡人车通行 不然就可以开罚最高6000元 而这个罚金对保全来说 可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 那我们借过很多社区怀令 那社区周边有了弯道很多出入也非常的危险 又没有办法申请红衣灯 那大部分社区都要求社区保全协制指挥 车辆交通进出社区 这个伙认设计保全协助指挥交通 确实是不可以避免跟减少发生车祸 那所以这个机长 我们要怎么认定开罚 要怎么来协调 让我们又安全 警卫是不是将来都不可以在道路上指挥 对于进出车库的车子来说 可能需要仰赖保全的指挥 才可以让出入更加安全顺畅 不过又有人认为保全或警卫没有公权力 当然不能随意拦车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执法该怎么取得平衡点 才能够兼顾两边还考验着工部门的指挥 他们目前还没有做这种解释 会用韩式下来 给我们各县市里面执行的时候 会有一个依据 那在这个之间 就是韩式下来之间 我们暂时 不会对这一部分来做告发 等待韩式暂时不举发 是桃园警察局暂时的态度 即使如此 保全可能还是尽量以手势引导为主 避免资深的直接挡在马路上拦车 以免造成更多的危险 台湾新闻 陈延任议会采访报道